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外星人入侵》 在一个流星雨夜,一艘外星飞船失事坠落在了地球某处的山顶 科学家泰德一心寻找流星赶到现场,看到了巨大的宇宙飞船 不料却被外星人袭击不知所踪 第二天,整个小镇都知道了有巨大的不明物体坠毁在了山上 几个学生开车上山探险,竟然真的见到了独眼怪外星人 但是警察并不相信他们的说辞,认为又是个狼来了的故事 将他们抓进了警察局,说他们要是再报假案就将他们关起来 泰德终于在清晨回了家,然而他却像被附身了一样 对家里的一切物体都感到好奇,连盐都不认识 还说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保护妻子拉娜,他必须获得拉娜的协助 并且泰德也希望他这样做,他们现在就得启程去找哥特,不能让他进行分裂 拉娜觉得他精神出了问题,开车去寻找心理医生 泰德则独自出了家门,另一边山上的小房子里 巨大的独眼怪再次出现潜入了屋子 当屋子的主人进去后,发出了刺耳的喊叫 回过神来时,地上只剩一滩液体了 离开家的泰德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倾慕她的粉红女郎 在聊天中,她透露自己的名字叫阿尔普 来自外太空的冰雪星球 她的职务相当于地球的联邦警长,维护地球的治安 她追捕的哥特就是一开始出现的独眼怪 独眼怪是个富有侵略性的智慧物种 它破坏了阿尔普飞船上的等离子注射器 所以它才迫降在地球,撞上了山体 这个独眼怪还能够隐身 再过几个小时,哥特就会分裂 大范围的繁殖 然后毁灭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生命体 但很显然人类是不能接受这样的言论的 粉红女郎扔下阿尔普走了 警局陆续接到了关于怪兽的报警 前往民宅查看 却被怪兽吸走坏为了一滩液体 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越来越多的人被独眼怪吃掉 粉红女郎在和独眼怪的战斗中 发现了她的弱点是盐 带着一大把盐赶到了出世的电影院 然而独眼怪已经开始分裂了 幸好阿尔普及时赶到 电晕了两个怪物 但事情还没结束 他们必须将怪物运回飞船 警察却突然跑出来阻止 以为是阿尔普杀了无辜的人 在粉红女郎的一番慷慨激昂的解说后 一群前来抓捕阿尔普的人都被说服了 答应让他修好飞船后离开 在和粉红女郎告别后 阿尔普上了飞船 没过一会儿泰德就回来了 阿尔普的本体也出现了 四里 奥特曼 天一亮 阿尔普就乘坐飞船回到了自己的星球 结束了这趟冒险 没有复古情节的话 看这部片子可能会觉得有点一言难尽 不过我们看看片中的小姐姐 还是很养眼的嘛 好了 今天的电影继续找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地球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